大家好,我是冰哥 刚过完年 每天大鱼大肉都吃腻了 是不是非常想吃一点清淡可口的菜 您可以试一下这一道菜 荷兰豆炒商药 这一道菜做出来不但颜色非常的漂亮 而且特别的清淡爽口 还特别的简腻 营养也特别的丰富 做法非常的简单 下面就请跟着我的视频 看我是怎样做的吧 我们先将买来的荷兰豆 发入一个大碗里面 然后用手再去它的两头 去掉它的硬筋 那样吃起来才不会塞牙 全部摘好以后 然后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用手将荷兰豆清洗干净 洗掉上面的杂质和灰尘 清洗一遍之后 再次放入干净的清水里面 将它多清洗几遍 然后将清洗干净的荷兰豆 控干水缝 装入一个盘子里面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节新鲜的商药 商药清洗干净之后 去掉它的外皮 给商药去皮的时候 最好是戴上一次性手套 商药的汁水 对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会发痒 商药去皮以后 我们将它清洗干净 再放到菜板上 用刀将商药斜刀切成小段 然后再将小段切成薄片 厚度大概在3到4毫米左右 不要切得太薄 不然在翻炒的时候 很容易碎掉 也不要切得太厚 切太厚也不容易熟 和不容易肉味 商药切好以后 将它放入提前准备好的清水里面 再往里面加入几滴白醋 防止它氧化变黑 接下来准备两片新鲜的黑木耳 将黑木耳切成宽一点的长条 然后斜刀切成零芯片 配入一点黑木耳 可以使菜品的颜色更加的丰富 黑木耳切好以后 也将它装入小碗里面 再准备一小块去皮的生姜 将生姜也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 也将它装入小碗里面 再准备一小节大葱 将大葱也切成斜片 切好之后 和生姜装一起备用 再准备半个新鲜的大红椒 将大红椒也切成长条 同样也斜刀 将它切成零芯片 切好之后 和葱姜装一起备用 然后我们来调个料汁 加入少许的食盐 再加入一点鸡精 然后再加入一点白糖 再加入一小勺玉米淀粉 再加入一点清水 然后用勺子把料汁搅拌均匀 料汁调好之后 我们起锅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在碗里面 滴入一点白醋 水开以后 再把商药 黑木耳 还有荷兰豆 全部给加进来 开大火将它煮开 焯水时间 不要太久 水开 大概15秒左右 就可以了 擦好水以后 要用漏勺 把所有的食材 都给捞出来 捞出来之后 再次倒入 提前准备好的凉水里面 过凉 那样吃起来 口感会比较脆爽 颜色也更加的翠绿 过凉以后 再将它沥干水分 接下来起锅 锅中 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再晃动一下锅 让油全部润到锅中 油温五成热 下入姜 葱 红辣椒 开中小火 快速地翻炒 把葱姜 炒香 炒香以后 下入刚才 焯好水的食材 这时候 开大火 快速地翻炒 炒干它的水分 水分炒干以后 再把刚才调好的料汁 也加进来 继续开大火 快速地翻炒 把料汁翻炒均匀 把汤汁酥至棱稠 就可以了 大概翻炒 三四十秒钟左右 好了 炒成这样 就可以出锅 装盘了 一道清淡可口 色泽鲜亮的商药 炒荷兰豆 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 颜色非常的漂亮 口感鲜香脆实 不油不腻 还特别的鲜香下饭 喜欢的朋友 就收藏起来 自己在家试试做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给我点赞 关注 并留言转发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